官渡美術館 大家好,我是官渡美術館的策展人瑞许 然後首先今天很歡迎就是這麼冷的天氣 大家現場的觀眾 然後還來歷齡參加就是我們這場的活動 那也謝謝線上的觀眾準時收看 然後我們這場活動呢 是官渡美術館2020官渡雙鏈展舉辦的系列的座談 然後這個座談的名稱叫做後疫情時代的再編 當初我們其實會想要舉辦這個系列座談 其實是當然顧名思義是因為疫情 然後其實在藝術領域已經蠻多在討論疫情之後 對藝術領域的衝擊是什麼 然後我們其實也在思考就是在這個時候 好像看到了疫情的盡頭但其實還沒 那我們也會去想像說 那疫情之後的樣貌是什麼 因為疫情其實對各個領域都產生了衝擊 這個是一個重向的思考方式 那另外還有一個橫向的思考是 我們似乎會想要知道疫情之後的未來 對各個領域的衝擊 但藝術領域的我們好像比較少去橫向的去關心 跟去知道跨領域的不同領域的人 跟他們在思考疫情的方式 跟他們對待疫情的方式還有衝擊是什麼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舉辦了這個系列的座談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總共有五場的活動 那這五場的活動其實我們邀了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來 然後他們不用針對藝術做出什麼對疫情的投射看法 他們只要就他們現在關心的領域去去想 或是提出疫情之後的洞見 或是去討論疫情對他們的衝擊 那他們有什麼自處或是面對的方式 或是未來的樣貌 然後我們也會同時安排了一位藝術領域的語彈人 來讓他們做跨領域的對談 希望透過這五場的座談 然後跨領域的對談的方式 希望可以盡量去讓大家去想想 疫情之後人類的世界的樣貌會是什麼 那今天這一場其實是第二場 然後關渡美術館其實很榮幸邀請了重量級的嘉賓 也就是行政院政委唐鳳來擔任這次的主講者 那由我們關渡美術館的館長劍孔老師來擔任語彈人 拿走出回憶 那唐鳳今天就會就他長期關注的 數位治理跟公民科技的範疇 來討論許多面向 其實他有寫在上面 就是他會討論疫情之後的民主 數位時代的人權 還有網路的物理隔離與透明性 還有他個人的詩的創作與個人的修行 然後其實我相當期待今天的演講 那因為今天的主角是唐鳳 我們就不佔用他太多時間 不是不佔用他太多時間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來歡迎唐鳳 來做 非常高興能夠在這邊跟大家對談 那按照就是slido上面的投票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數位時代的人權 那因為我每次就是在演講的時候都會請大家先掃這個QR Code 然後掃了QR Code或者是連到slido.com 然後輸入108請號朋友輸入 之後任何你對於數位時代的人權的想法問題什麼都可以拋出來 然後也可以為彼此按讚 如果就是之前沒有用過slido的話可以是在上面先打個招呼 或者是說個午安啊什麼的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留言就會立刻跑到這個螢幕上面 那最新的留言會跑到這個螢幕的右下角 那最多人按讚的留言會跑到這個螢幕的右上角 那我基本上呢就是會看這個右上角有多少朋友們按讚的題目 然後按照那個題目呢來當作我發言的主軸 那好比像說現在就有一位朋友留言說嗨 而且還會輸入表情符號是一位充滿了網絡文化的朋友呢 那而且目前已經有一個人按讚了 目前愛心目前只有零個讚 那我就會把目前讚數比較高的這個highlight起來 然後就是也跟他說嗨然後打個招呼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個題目消掉了 對好 然後有三位朋友這個打了三個紅色的愛心 也是非常感謝的愛護 然後有這個最新的留言 有時候會開始自己跟自己聊天 右下角會變成一個即時的彈幕那樣子的聊天室 但是那是正常的能量釋放 大家不用放著欣賞 那它也很適合用來就是有一些臨時動移或程序動移 好比像說可以合照嗎 當然待會會安排合照的時間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或者是說什麼這個太冷了太熱了 或者是網路頻寬速度不夠直播又卡了 什麼之類的都非常適合在右下角有一個即時的反應 那我會先聊個大概二十五分鐘嘛對不對 左右 然後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更多的想法的話 我們可以在之後的語談的時候 也包含現場的觀眾朋友也可以舉手提問 因為我們有數位麥克風嘛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就是很多個麥克風可以分享到大家的手上 至少有兩個啦 大家就可以發言 然後跟現場的朋友分享 好 那在講就是數位時代人群的時候 我先分享一下就是我 剛剛一過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他們就問說 因為要就是有slido的這個設置 所以我這個投影必需要能夠連得到網路是很重要的 然後當然學校就非常好心說那要不要使用學校的網路 因為覺得說我的手機在這邊收訊可能不一定那麼好 因為畢竟這邊好像是一個加層嘛 但是這邊就是可能因為5G載波聚合技術的關係 目前這個如果滿格是四格他還有個三格 所以其實是相當高的這個頻寬 所以我當時就直接說我在這邊很有人權 因為寬頻是一種人權 所以就比較不需要學校再接我無線網的帳號 那但是這個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在疫情的時候 在整個去年一整年 我們都發現說如果沒有寬頻的地方 可以說是幾乎他的很多參與權是被剝奪的 在台灣我們可能比較感覺不出來 但是在其他尤其是就是在國內的出入都受到封鎖的這些情況下 有沒有寬頻網路 尤其是對稱的寬頻網路 幾乎就決定你的樣貌會不會被看見 會不會還是被其他的人所理解 那如果沒有寬頻網路或網路就是斷斷續續的話 那不要說剛剛講到是參政的權利 甚至是連學習的或者健康的權利都成問題 所以在這個以前這個疫情以前 寬頻是人權這個只有在台灣這種 其實我們從我很小時候就那種經濟不利益地區 不經濟地區設置公用電話要點之類 就是說不管你在偏鄉再怎麼樣 你都一定要公用電話可以打 然後之後就慢慢到所謂網路是人權 那當然到四年以前所謂寬頻是人權 在玉山北峰 沒有基地台的地方 我們也想盡辦法弄一座基地台 然後你可以有10個Mbps對稱的頻寬 不然的話就是我的錯 那所以現在這個不經濟已經到99.9% 如果按照那個戶數來算的話 那那個0.9%就會寫信給我 自從我在那個博恩夜夜修長公開這樣講之後 就是把寬頻跟人權化上等號之後 我就接到各種各樣的E-mail 好比像說之前就有人寫信說 我在什麼陽明山集中檢疫所 然後靠馬路的那邊是有網路的 但是靠山的這邊是沒有的 那我這封信盡量按了五次送出 才送到你的手上 那顯然就是你說是人權 顯然我這邊就沒有什麼人權 你防疫的時候 如果不讓我有這個電影可以看的話 那我怎麼會安心的待在集中檢疫所呢 那所以就馬上回信 那也很感謝NCC跟中華電信的協助 那在兩個禮拜之後那邊就多了一座基地站 那所以那個集中檢疫所就有人權了 所以這個還是最基礎的一層 但是這個確實可以讓我們看到說 網路的接取以及從上面長出來的參與權 或者健康權或者學習權 現在真的已經變成好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但是當然在這個之上 還有很多別的人權的課題 那也是今天想跟大家探討的 好比像說像就是 Give power to the voiceless Empower the voiceless 一樣沒有聲音的人 可以更有聲音 目前我就是這個沒有聲音的人 請那個直播那邊 把我的音量再報告一點點 好已經調整了 所以這個就叫做 Responsive accountability 就是每一次有人提出來說 那我們現在這個制度 乍看之下平等 但是有某些好像 像楊明山檢疫所或者是這個直播 其實並沒有有效的去把大家的聲音 提到相同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多快的反應 那在檢疫所的那個例子是14天 在這個例子好像14秒就有所反應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參與式的整體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迭代的周期 就是從我們了解到我們不小心做了一些 有破壞平等權的事情 到我們去做一些事情去糾正它 那這個時間越短 那越表示說 這是可以給得出交代的 Accountability這個非常難翻譯 我通常現在都反正給得出交代 所以越快給出交代 那它對內可以交代 就是我們自己作為公務人員 我們可以有一套方法來 歡迎大家的議程的設定 對外可以交代 就是我們不小心 讓某些人沒有辦法連到網路 或者是有某些健康權或學習權 沒有做到最好 那我們立刻給出交代 那對內對外都有交代 那就是雙面交代 那這個雙面交代 就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的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我在日本現在 他們經過我多次糾正 現在已經比較少人把我叫IT大臣 現在他了解我是這個Digital大臣 數位大臣 那數位稱為其實 但是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IT是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 而數位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那人跟人連在一起 就是靠大家有平等的發聲的權限 以及這個權力 如果受到侵害的話 他救濟的速度多快 多快能夠給出這個雙面的交代 好的 那有十一位朋友想要說這個Town Phone Super Cute 非常謝謝十一位朋友的肯定 我覺得十一位朋友也非常的Cute 現在是二位朋友了 那有兩位朋友留言說你後面 經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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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好經常好 謝謝兩位的肯定 那有官媒館向各位問號 我覺得很有意思 官媒館覺得很開心 官媒館向各位問號 現在是已經完全那個 叫做什麼 Athromorphization 就是已經完全擬人化了 大家會覺得官媒館是一個有形象的 這樣一個Avatar 然後再跟大家互動 其實這個也是數位人權的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側面 就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面可以碰到各種各樣的所謂的人 但是其實它後面不一定是我們習慣的人 舉例來講 像我們做一個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的這個技術 它的網址叫做CI CI.台灣.GLV.TW 它是做什麼的呢 它就是可以去讓空氣的即時的品質 大家如果有參加過空氣盒子這個計畫的話 就是從那個計畫來的 或者是地震的速報 好比像我本來是只有77座國家監測材 那現在就有事實上更命建議加起來的話 已經上萬個了 所以在即時有什麼空氣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跟這個即時的地圖去進行互動 那地震當然現在除非是國家級的邊緣人 不然應該地震前10秒鐘 都會收到一些就是簡訊來告知 那還有水資源 水資源就是即時的 不管是河川的流域的狀況啊 漲潮啊或者是有一些災害啊等等 那這些都可以有防救災的即時的通知 通知還有中間的這個所謂物聯網的自動安全等等 那這些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以前在藝術作品裡面看到的像河神啊 或者是樹林之神啊等等的這些 擬人格的這些東西 現在在網路上面 它可以透過對話機器人的方式 透過即時的好像融入式的感知的方式 像明星光物聯網 它的有一個資料應用競賽喔 那這個資料應用競賽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要給出獎勵的就是去確保說 大家可以運用這些資料 然後讓大家對這些資料有感 就是有感覺的這些作品 那這些作品呢 在這一節其實就是得獎的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它是一個農民禮喔 那對不起 漁民禮 好 漁民禮 它就是用一個漁民禮的方式 然後視覺化的呈現 好像文革會透過這個漁民禮跟你講話 然後讓你知道它的心情 因為文革一般是不會講話的 我還沒有碰過會講話的 那不要理解 除了在小說裡之外 對 那但是透過這個方式 它可以把它本來沒有辦法 講出來的包含水質的情況 或者什麼時候適合 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去對待它等等 還有就是在市場上面的行情 它都可以透過像這種漁民禮的方式 而且如果要養文革的這些朋友們 不知道要再去什麼對策的話 它還有寡碑 抽籤等等的這種 傳統上面就是我們可以去 跟不可知力量溝通的這種方式 把它擬人化變成 就是在這個APP上面去進行互動 所以可以說這裡面已經有 不少藝術的成分在裡面 那當然第二個更是叫做藝術網 它是純粹藝術的 它做的就是去真的畫出一棵樹 然後讓那棵樹來反映當時的空氣品質 以及當時的氣溫 那或者是說它透過一個北極熊在一個冰上面 然後每天每天的讓大家知道氣候變遷 溫室效應它的效應在基地 是比較快讓人感覺到它等於把基地搬到你的面前 然後讓你每天都必須要面對一下 就是自己所造成的氧化碳的碳足跡的後果 那據說他們在一些公寓大廈的那個就是 剛進去的Lobby那邊放這個作品之後 官委會馬上就決定說這個管理員不能夠開冷氣了 所以立刻就有一些後果在產生 因為他們就很多小孩啊商談組啊出入都會即時看到說 原來我們如果就是在不必要的時候去使用空調等等的話 那會有怎麼樣子的結果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就是官媒館當然現在好像還沒有一個VR人偶在這邊跟我互動嘛 但是我們也可以想像說 未來就是環境權就是環境本來沒有人權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像紐西蘭他們把那個Wanandrui那一條河 也給它一個法人格嘛 就像公司一樣 所以它可以在董事會裡面有個席位 而且它可以說這個侵犯到我的河流泉 那這個河流泉到底是怎麼確保的 就是剛剛講的這些物聯網的資訊 然後在他們毛利人 然後以及他們的行政體系的代言人的有點像阿凡達那部電影 代言人的這個說明之下 然後就可以去包含提起公益訴訟啊等等 那民主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把所謂民的範圍擴張的更廣 包含現在還沒有投票權的很年輕的時代 或甚至還沒有出生的時代等等 那這些他們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取得虛擬的人權 然後透過這種虛擬的方式去說 那你在做的事情到底是在就是從後代提款呢 還是在幫後代存款呢 這些未來透過慢慢可以量化的方式 就可以讓大家更能夠看到說 不是只有這一代的現在還活著的人有人權 也包含未來的時代 以及現在還不能講話的像格力 這樣子的朋友們 講的朋友好像很奇怪 但是我們如果這樣子的朋友們 也可以進入我們的疫情設定裡面 這個也是在疫情的時候 因為大家花越來越多時間在線上 所以就是本來那種二次元 或者二點五次元的那種概念 就可以因此進入我們的Discourse 進入我們的民主的論述裡面 好的 有三位朋友們說 這個就是愛你喔 過了過了 好那這三位朋友 這個也可以彼此相愛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是一個充滿愛的一個情緒 好那剛剛已經有回答了 我們在這個節目結束之後 會留一點合照的時間 歡迎大家合照 好那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政治打壓封鎖底下 如何來談數位人權 以香港作為一個例子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當然香港現在被侵害到的 不只是數位的人權 包含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現在也被侵害得相當嚴重 那我們看到有很多自由軟體 在這一波裡面 被用來作為 好比上香港組織讀書會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們在組織讀書會 就像之前台灣比較沒有言論自由的時候 的那種讀書會一樣 的時候他們必須要注意說 他們用的那個視訊軟體 不會出賣他們 那之前也有一些 比較知名的視訊軟體 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他的內部管理員裡面 就有人會直接跟北京 通風暴信 那所以在他們每次要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比較不安心 因為他們不知道說 即使他用的是美國的伺服器 那會不會那邊的管理員 一跟北京通風暴信之後 他只要按一個鍵 那這整場會議就取消了 而且所有的描述資料 包含誰有連上去等等 都會被交到就是北京的手上 那這個目前 以我所知美國司法部 已經對之前剛剛講的那個行為 已經公開的提出告訴了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件事情是確實存在的 那我在當時就是 我教育部去禁止使用Zoom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給出一個建議 就是像我自己是用Jitsy Jitsy Meet 它是一個點對點的一個 可以設定成點對點的一個 加密的一個視訊平台 那它的功能跟Zoom也相差不了太多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它是自由軟體 所以你可以架在你自己現在的一台機器上 很多像我記得當時應該先北市吧 的一些電腦教室 它裡面有一些已經不再用的 可能上一代的個人電腦 那因為Jitsy基本上不太需要用硬碟 它只需要用一點點記憶體 所以就很適合把這些老舊的電腦 稍微修改一下之後 就變成大家的視訊的伺服器 那當然很快 因為你不需要電到國外再連回來嘛 那而且也很穩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可以相信哪個管哪個電腦的人 中間的路由你也可以相信 那這個時候就很適合用來組織讀書會 所以如果找Jitsy 然後找讀書會 然後找香港的話 就可以說不定發現一些讀書會可以加入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一個例子 那所以其實就是點對點加密 或叫做端到端加密 這個其實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端到端加密的這種 設置的話 那每一個中間人其實都知道 你正在跟誰說話 甚至還知道你講話內容 那如果點對抵押加密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你跟對方 兩個端點知道 那只要這兩個端點 不是都在同一個管轄領域裡面 那中間的那個電信商 也不是都在同一個管轄領域的話 那一個管轄領域它的治理 就非常難去完全剝奪這種端到端的加密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用端到端加密 它是要把那個中間點 叫做choke point 把它這個就是扼住 那這樣的話其實這整套信任 就會很容易被破壞 所以我們基本上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像EFF等等都有一些基本的求生的 野外求生的這些手冊 就是怎麼樣去用這種在密碼學上面 比較值得信任 而且是每個人都給自己來集合的這個軟體 然後來組織出通訊網路下 那有了這個最基本的通訊權之後 在上面才可以去談更多的人權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就會有人問說 如果你的通訊的兩端 以及中間的電訊網路 通通都在所謂有敵意的網路裡面 那這樣子要怎麼辦呢 那在2000年出頭的時候 有參加一個叫做Freenet的計畫 主要是做它的中文翻譯 然後還有安裝教學等等 那那個計畫 當然現在還是有人在用 但是現在有很多別的軟體了 像說洋蔥路由等等 那這些大致就是說 它有一個叫做Deniability 就是每一個人在傳送 我們叫風包 一個信封的時候 你都可以主張說 因為我打開這個信封裡面 還是另外一個加密的信封 我只是左手送到右手的下一個路由 我也不知道裡面到底還有幾層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主張說 我只是在幫其他人傳訊息 我根本不知道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算它的路由都是在監視之上 那至少它也提供最起碼的 就是如果被發現的話 你可以說我只是好像一個common carrier 就是在有拆這封信 我沒有拆這封信 我也不知道裡面寫什麼 那這個也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 那大概就是先回答到這邊 因為畢竟這不是技術上面的論壇 但是確實就是技術 它如果是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輔助式的科技的話 它至少要符合兩個嘛 剛剛第一個講的比較多 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你可以自己安裝自己修改 然後如果壞掉了 你可以自己看到哪裡壞掉的 而不是靠原在雲端的某一個供應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必須align 它的alignment必須沒有問題 就是它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益而行動 而不是說好比像說 我的眼睛是為了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為了每三分鐘跳出十秒鐘 還要到處才能關掉的廣告 對不對 那如果我的眼鏡這樣做 那它就不是對我的alignment 它就是對廣告商有alignment 所以這一點也是當然非常重要的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推特跟臉書 主關閉川普訊息 以及關閉他帳號的看法 假訊息的發布者 是不是也有發布假訊息的權利 那這當然要看你的管轄領域 像在就是現在我講話的這個地方 民國自由地區境內 在台灣 我們的基本的定義就是說 如果你是出於故意 有造成公共危害的虛展訊息的話 那基本上不算在言論自由裡面 但是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或者是說它根本是真的 或者是說這個訊息 其實沒有造成公共的危害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是在言論自由裡面 所以這三個要同時構成 它才變成好像不受言論自由所保護 這個是有很明確的 法律的原則在後面的 那當然每一個不同的管轄領域 對於這個界限都不一樣 那最困難的就是說 當我這兩個連線的點 就是破文的到看文章的 跟中間的這條線所在的 這三個管轄領域 有不同的標準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這個運營商 基本上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因為每一個地方 對於到底什麼東西或保障 是不同的 所以它通常有兩個解決方法 一個解決方法是主張 它是點對點的加密平台 好比像說LINE或者WhatsApp 就是這樣子主張的 他說我不管我的運營 就是運營在哪裡 但是這個運營商反正看不到內容 所以是由發訊者跟收訊者 所在的兩個管轄領域來決定 它是所謂Mere Conduit 就是只是在中間傳訊息的 那但是縱使是這樣 現在很多我們叫Social Norm 就是社會的常規 也會要求他們去保障說 好比像說如果在上面 真的是有關於選舉的一些不實訊息的話 那至少要有一個讓他能夠檢舉的 就是這樣一個管道 就好像說你收到信件 email是垃圾郵件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如果你按檢舉 就說這是垃圾郵件的話 表示你自願把它貢獻出來 讓其他人去看到說 這邊有一個人號稱他是什麼王室 什麼有四千萬美金 你只要付少少的一筆手續費 你就可以借帳戶給他 然後他就會把錢先回到你的帳戶等等 這應該是最老的垃圾紮騙郵件之一 但是現在大家已經比較少借到帳戶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有像spamhouse這樣的組織 讓大家資源檢舉之後 他會找出他的路徑 那之後還有人在集中線 就會跑到你的垃圾郵件資料家 所以嚴格來講 他也不是侵害到他的發email的自由 因為畢竟先還是送到了 只是他送到一個 除非你時間很多 不然不會特別去看的那個地方而已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norm based policy 就是尤其在台灣 我們並沒有一個法律說 郵件提供者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大部分人都這樣做 因為現在大家覺得說 這是不浪費大家注意力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剛剛就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兩層 一層是哪些是發所不容 那這個每個管轄領域不一樣 但是在上面可能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樣做會浪費大家的注意力 雖然不一定犯法 那大家去透過 就是不管是證據或 fact checking 等等的方式 去確保說大家的注意力 可以比較好的使用在這個上面 那上面這一層是比較軟的 但是也因此是迭代的速度 比較快的 所以大概就透過這兩個方式 就是一個是自律嘛 那再加上一點點他律 那自律加上他律 真的都管不到的地方 那才有法律進場的空間 這是目前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除了放棄數位的人權也是一種權利 我觀察另外一段看 是不是也可以有抵抗數位危害的權利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是這樣子 好比像說像大家都可以就是喝咖啡 或者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話 好像也可以喝酒 雖然我很少喝 但是就是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喝了酒還去開車 那就是別人的事情了 所以我想在整個社會裡面 對於它造成公共危害的 有成癮性質的物品 事實上是已經有一個social norm在這邊的 基本上就是你不要造成公共危害的話 那你對它成癮up to a degree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造成公共危害 那就是超過這個degree了 如果被發現的話 好比像說現在在我們的法令裡面是 就是車子要上酒精所 而且費用你要自己出 那然後之後就是要開車的時候 要先對機器證明說 你沒有喝酒 那不然的話車子根本就不讓你發動 因為喝酒是你的事 但開車是別人的事情了 那所以就是就喝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那但是就是在這個數位危害上面 我想成癮性應該很少有人會反對 因為手機螢幕就是一直滑動 它會讓你的大腦覺得說 就是你的患直 就是好像是你的就是器官的延伸 就是手的延伸了 那所以硬腰就是把它就是關掉啊 或者是硬腰把它轉成費用模式 很多人會有階段症狀 就是手會抖 這個是絕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在演講的一開始 都是一定要趕快幫大家找一些可以按讚的東西 因為我了解說 不然的話到第20分鐘 那大家注意就會被吸回那些可以按讚的地方了 所以我應該要創造一個你按讚 立刻就可以看到 叫做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立刻就可以感覺滿爽的 因為你按讚的那個問題網上扶了 那如果跑去Instagram 或其他的有成癮性質的空間的話 你還要等比較久 所以就是因為Slido 讓大家就是比較快可以滿足 所以我讓大家的注意力多多少少還是停留在這邊一點點 那這個是海豚不得不然的一個因應的一個做法 那也是我在行使就是對於Instagram 向大家注意力的抵抗權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部分它有這種自力究竟的這個成分 就是每一個要在互動空間裡面 不要被這些數位成癮的東西搶走大家注意的 都要想辦法去做 我們現在叫做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它的比喻就好像是一個公立的圖書館 那Versus 好比像說剛剛說有成癮物質嘛 所以就是大家常常在那邊拍桌子這個 就是或者甚至捲袖子的那種酒店 酒吧這樣子 所以當然兩個都是合法的經營的裝置 我們當然是沒有說哪個合法 哪個不合法 但是畢竟就是在喝酒的地方的一些行為 你是不會帶到公立圖書館裡面來做的 也不會帶到就是我們的 這邊是美術館嘛 來做的 那或者是我的辦公室就是 我們的消費狀情實驗中心 在就是當代文化實驗場來做 所以每個地方有它的不同的norm 那像Slideo上面的norm 就絕對不會是就是殖民道性的去彼此人生攻擊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是匿名的喔 匿名的話知名道性 那而且你根本沒有回應的按鈕可以按 你只能按讚而已 所以這邊也吵不起來 這是一個幾乎吵不起來的空間 是比較類似像是讀書館或美術館 而比較不像是大家拍桌子的那種酒吧的那種空間 但是在網路上現在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像就是大家拍桌子的酒吧那種空間的人氣是比較高的 而我們這些Public Infrastructure的人氣是沒有那麼高的 所以我們的很多的研究都是在 比方說像Join平台 我們一直都在就是像很多的先進國家 比方說冰島學習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讓大家在按提點子的時候 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讓大家眼睛一亮的很多好的主意喔 好比像說即刻實施大學高中遠端教學 開放醫療用大麻 OK好吧 那或者是勞動節應該要放假一天 等等的這些事情喔 那好我們來看開放醫療用大麻 那當然衛福部有非常詳細的這個說明跟解釋 那我想要引導大家看的就是贊成論點跟其他的想法 我們當初在設計這個Public Infrastructure的時候 是非常有意識的不把贊成跟其他想法的這個bar 做比例式的設定 不然的話這邊應該要全部都是綠的然後紅色直升一個小點點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設計 雖然intuitively直覺上你會想要這樣設計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想要雙方去充那個票數嘛 去怕人頭嘛 我們希望讓一些對頭沒幫助的事情 在這個上面是大家不要花力氣去做的 那同樣的就是這邊有個論點說這個禁酒令啊 以及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另外一邊也有不同的論點等等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吵不起來 為什麼吵不起來呢 因為同樣的沒有一個回覆的按鈕可以按 你唯一看到一個你不高興的論點的解決方案 是他去他的對面去留言 然後去胡碰一半把那個留言推上來 但是即使是這樣你還是沒有辦法 像在其他的就是比較像就是拍桌子的酒吧那樣 吵成一團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還是可以去匯聚人氣 這個是蠻有人氣的一個平台喔 那就是一直會有就是五千個以上 然後不會必須要具體回應的一些概念進來 那但是這個在保障參與權的同時 那也保障了就是一個 civil discourse 就是大家比較不要拍桌子的那樣子 平行近期就是認識這樣子的一種權利 所以這個是一種積極的抵抗 就是不是只是禁用掉什麼東西 而是說那大家的精力花在這邊的話會比較好 那希望有稍微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應該再三分鐘嘛對不對 就會進入聊天的橋段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一些網路平台會依據演算法 替使用者先選資訊 這樣子有沒有限縮 或者是侵犯到數位人權 通常它到底是assistive 就是它是來幫你忙的 還是它是authoritarian 就是它是來 我還想一個比較neutral的用詞 奴役你的喔 沒有沒有沒有neutral的用詞 它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同樣是叫AI 那有些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有些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那有什麼不一樣 那就是剛剛講的兩個判準 一個是它是不是accountable 眼睛如果壞掉了 或者我今天一代發現它完了 或怎麼樣 其實我自己稍微上網看一看 我說不定也可以修 那就算我不會修 我也可以去旁邊的 就是中標眼鏡行去請它幫忙修 那它也不需要去先付個 10萬美金的什麼授權費 才能夠幫我修眼鏡 所以基本上就是它跟我的 就是基本利益 align的時候 我們要找到人來給出說明責任 就是為什麼它壞掉了 那這個說明責任是不困難的 所以這就表示這真的是assistive technology 那另外一個就是alignment 就是我想要看得更清楚 不是想要看就是十秒鐘倒數的那種廣告 那這個剛剛已經講了 我就不特別講 所以大家要問眼算法的 其實也就是一直是這兩個問題 就是我想要調整 有沒有地方調整 或者是它看起來運作正常 但是它跟我想要的真的是一致的嗎 那只要能夠回答得出來這兩個 那就是輔助你的 只要回答不出來的 有任何一個回答不出來的 就是要奴役你的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一個判準 當然有的時候是in between 就是它只能回答出一個 而另外一個就不太容易回答出來 那這個就還有很多改善的這種空間 那有一個追問 追問我通常都比較就是快速回答 誰來認定構成公共危害的程度 似乎有模糊地帶的操作空間 現在大概就是有司法權 因為我們是一個就是三權或五權 但是三plus權分立的這樣子一個政體 那在這個政體裡面通常公共危害 就是最後是由司法體系 就是特別是法官來進行認定 那當然雖然我們是成文法系 但是法官也都會看其他人的裁決 就是二假害的應用 那經過了這麼一兩年的這個應用 現在大部分的法官對於二假害都已經開始收斂到一個比較一致的判準 那我覺得這也是蠻好就是藉由具體的個案來進行這方面的收斂 好 那有四位朋友問說 政府是不是考慮讓各部門資訊更整合各種資源的法規 特別公開讓各項手續更便明 當然是考慮沒有問題 那後面上gov.uk 就是一個一戰式的這個網絡 所以我們也來打一個廣告 我們剛好也有gov.tw 那這叫做我的一政府 那其實這個就是參考 gov.uk的叫做就是一個life cycle 就是like literally life cycle 從出生就學就業就養到中老 那不管是你就是剛登入還是準備登出 你都要看完整的這個數位服務可以使用 那就不像以前是好像每一個部門分門別類的 你要找很久還不一定找得到 因為每個部門的SEO就是搜尋情 這家話不一定做得特別好 那但是在這邊的話 大家都可以直接可以看到 那中間還有一個就是特別熱門的 叫做my data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去直接去下載 所有政府部門手上有關於你的資料 包含護育症勞保抵症 健保財學金融社服上空 交通能源教育法務綜合等等 那你要甚至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的 也現在有加入在裡面 就要辦很多手續的時候 要出具這些資料啊 憑證啊證明啊等等 你都不用一個一個下載 然後再一個一個上傳 或者是附影本什麼的 你可以直接經過my data去做到 這種一次式的就是資源的整合 那這個也對特別是數位操作 不是很方便的朋友們 或者是它的名字 就是可能是好朋友足語的名字 那每次拼音在輸入的時候 尤其如果是手機輸入 常常都會被autocorrect 就是會被弄錯 那這樣的話就是透過這種 直接機器到機器來穿解 那就比較不會打錯字之外 那也可以確保說它本來分身在 各種不同機關的這些詞訊跟資料 在它要去辦理它的life cycle的服務的時候 可以一次的出現 而不需要去補件啊 跑好幾次啊 這個送影本啊等等的這些 好 那所以我想數位人權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就先講到這邊 其他還有一些 翻譯不是很容易的 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暫時先把它放在這邊一下 那先問問看說 我們建宏老師有沒有想要回應的部分 好 我會想就是說 大家一定很期待就是說 唐鳳接下來會對 另外一些問題 特別是跟藝術有關 我在這邊扮演的一個角色 就是把藝術問題引進來 好 那我會想剛剛 就是說唐鳳第一個 展示給我們的其實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 一個談話的方式 就是說 因為透過slido 你可以非常及時的 等於是你說話的內容本身 其實就已經在一個交互 互動的一個連結上 那我在想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環境其實改變 而這個環境的改變其實會造成 就是說 你剛剛其實示範了一種 當然你在很多場合 其實都在進行這樣的示範 就是說 我們的行為就會改變 我們對話方式會改變 那我如果用這樣的一個就是說 它好像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生態本身 變成了 因為透過技術 它變成了另外一個 非常火的 另外一種火法 另外一種生命狀態 那我們如果用這樣來問的話 就是說 如果說以前的美術的時代 大家在畫環境的時候 其實都是學生嘛 然後 我們如果到當代藝術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那這個社會環境 我們越來越覺得非常的媒體化 非常的商品化 所以其實當代藝術裡面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不一樣的面貌 可是我覺得今天呈現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生態環境 或者說環境 其實 就 又更不一樣 在這就是說 剛剛 其實 唐鳳人一直在強調一件數位 數位其實是 人跟人的連結 數位其實是好幾個人 那其實就會變成 我們的環境本身其實是 好多人的資料 他又訓息不斷地在構成我們的環境 那這個時候我們寫生 到底要如何寫生 對 這樣要寫的是什麼生嘛 對 因為確實是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在講 就是數位社會的時候 有一句名言嘛 就是說 隔著網路沒有人知道 你是一隻狗 對吧 這是一句很重要的話 那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一個很積極的意思 好比像是像我自己 一開始加入這個數位社會的研究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數位社會學這種教法 那但無論如何我也才可能14歲 那也就是中二的時候 那但是隔著網路沒有人知道我中二 所以我寫信給教授 我寫信去那個Archive 去古藤普計畫等等 那他們就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員嘛 那甚至我花了很久 因為我當時英語並不是很很行 就是終於查了字典寫出一封信 人家回我根本就回漢語拼音 人家根本就會講漢語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不會有一種好像 我是因為年紀小 所以在實體的世界 那些場域包含讀書館 或者是包含一些公共政策參與的這些場域 例如想投票所 那我都沒有辦法進去 那但是反而網路我感覺到說 我好像在裡面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到底What's natural 這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對於被傳統的那種很自然的場域 排懼的人來講 那些就是排懼他的這些東西 造成他一種不自然的感受 雖然在裡面的人可能覺得很自然 本來就大人才能投票 想來幹什麼 那但是在就是網路這邊 恰好就是因為你很難去知道對方的年紀 或者是對方的其他身份 甚至對方是不是人類 那但是反而是營造出一種 那超自然 就是大家都很自然 對像一種norm 這樣子一種常規出來 所以我們確定說 我們在網路上面所謂的寫生的這個 life cycle的這個生命 它有時候現在我們是把它叫做一個 digital twin 就好像一個叫做數位 卵生 圓生 或數位雙生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有一個生命 那但是我們的數位足跡 不管是透過匿名還是代碼 有另外一個生命 那但是這個生命 跟我這個生命 其實是同一個人 只是說它是好像不同的投影吧 那當然這個就是比較走果入謀一點 就會走到一個叫reality 就是another window 這樣一種說法 就是我們所謂的現實 只是另外一扇窗而已 就是另外一個視窗 你可以把它最小化 然後最大化那個二次元的那個世界 那不過現在還在現場 可能並沒有完全最小化 不然也不會那麼冷 害怕來現場了 所以這兩個就是同時互動 目前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像live streaming technology 就是把我們在這邊 當場互動的感受 那盡可能忠實的讓 就是在線上看幾多的朋友感受到 但是我們也同樣透過像slido這樣的技術 去確保說在線上的朋友 並不會捨覺得 好像被阻絕於這個場域之外 好像我小時候那種感受的一樣 而說他還可以有所謂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就是他的留言 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影響 我們接下來要講什麼 那這樣的話 才真的能夠變成在不同場景底下 每個場景都很自然的人的 這個連結也變得很自然 而不是說用一個地方的 覺得怎麼樣自然的這種態度去判斷 可能本來就是被 排序於外的人 那可能因為數位技術的導入 而且又沒有像slido這種空間 所以就更把它排序於外 大概是這樣會感 那我其實會想到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我們以前在討論人權 其實人權常常我們會回到18、19世紀那個時候 好像關於人的這個價值其實會被提出來 可是如果剛才這樣聽下來 其實我們今天好像人權有沒有可能其實是一個新的主題 因為每一個人透過數位的技術其實他都可以把他的聲音 其實可以傳遞出來 這個其實是數位人權很重要的 也涉及到頻寬的溝通的問題 那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其實就會涉及 因為剛剛有很多的人其實會問到數位危害的問題 那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那這個判斷到底要如何養成 也就是說一個人他的成長的那個過程 到底判斷力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其實 即使是到了研究生的階段 或甚至博士生的階段 其實判斷的問題在數位的時代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我想先確認一下 可是這裡講的判斷力是說 好不像說不要一直黏在網路上 還是說對於網路上面的言論 會不會構成那種玻璃心 那再講的是 對於這個攝取量還是對於這個耐受力 還是都是這樣 我在想其實這裡面應該說都是 那當然我們所期望的會是這種 就是說數位基礎或數位環境底下 會不會出現新的判斷力的養成 可是我們會發現 其實在目前來講有很多的判斷的判準 其實都還是在數位時代之前的那些 比較古典的類別 那我們其實大部分都現身在這個 這個處境裡 確實 當然就是盡量決定獨行 這個最近大家都很熟 就是對於同樣的東西的攝取量的耐受力 其實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自知之明 我想是判斷力的第一步了 像我是很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在睡前只要用手畫螢幕 我就一定睡不好 那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在觸控螢幕發明的時候 我就很有意識的決定不要用觸控螢幕 所以我在一開始就是用Pump Pilot 然後之後是用Sharpsaurus 然後之後是這個是Galaxy Note 然後這個是Apple Pencil 那沒有業配的意思 它的特色就是他們都是筆嘛 就是都可以用一支筆來輸入 那我在用筆輸入的時候 一方面是我可以往兩個維度思考 事實上可以zoom in zoom out 所以有好幾個維度 可以往三個維度思考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它是它我是我 這個分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是隔著一個中介物 隔著筆 那或者隔著鍵盤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大家剛剛可以發現說 我除了在zoom in zoom out之外 我的手是不會碰到螢幕的 所以我是把那個手黏在螢幕上那個攝取量 盡可能的壓低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知道這個 對我的心智來講 這是有成癮性的 所以我如果花再多時間上去的話 我會變成拔不開 那我拔不開的話 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第一個我會睡不好 那睡不好的話 那我狀況就更差 那我更差隔天就更睡不好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從很小 大概可能二十出頭 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所以判斷力的第一步 我覺得還是對自己的身體 跟心智狀態的awareness 就是個人修行的這個部分 它會變成parallia基礎 那另外一部分 我覺得剛剛提到也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在看的案例 個案到底哪些是數位原生的 而哪些是從類比那邊過來的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資源 就是叫媒體素量交易資源網 那它在上面就有很多的主題的策展 然後以及就是在教學上面的一些反思 專題演講活動紀錄 出版品等等 那這些呢 就是它盡量用數位原生的方式去創造書 讓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那自由競爭的環境之中 為什麼需要公共媒體 那這張圖也蠻漂亮的 然後還包含這個公司做了那個記者真心話等等 那為什麼說它是數位原生的 就是因為它採取了CC授權的這個策略 那這個策略就是說 你複製一份的時候 你不用先取得它的同意 這個其實是有點Darwinian 就是有一些演化論的態度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就說版權所有翻譯必救 那看到的人 他可能因此他的判斷力提高了 可他不會去幫忙其他人的判斷力提高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翻譯了 翻譯會被你必救 那但是CC授權不管是哪一種CC授權 基本上就是說翻譯不救 就是你只要 那只要是忠於他本來的這個內容去進行翻譯 那我不但這個不會來追究你 事實上我還鼓勵你 那這個時候他碰到的人幾乎按照定義 就比翻譯必救的那邊來得多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說很多像什麼 我不知道唐鳳過台灣老婆更田什麼東西 都是基於我們之前已經用CC授權所釋出的這些素材 那無形之中也讓大家判斷力能夠提升 因為每一個這樣子做出來的這些資源 他都可以碰到本來版權所有翻譯筆記的時候碰不到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不是只有在教學上面去使用 他也可以在創作上面使用 好比像說我們把很多類比的記憶進行數位化之後 不但有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就是TDAL就是數位素材庫 那現在也有從民間來的你看這個很棒 他非常aligned accountable 我只要按拒絕他就不會發cookie給我 不會追蹤我 好那這上面已經有就是285萬筆素材 那而且有各種各樣子的關聯圖 他可以瞬間讓你在創作的時候 有很多就是你知道不會來告你的人 就來貢獻的這些素材 那無形之中 這也把Digital first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更清楚的散播出去 因為對這些朋友來講 他都是不怕你知道只怕你不知道的這些文化素材 那當你越來越多把它混搭的時候 自然我們最基本需要的一些判斷力的原則 好像平衡的原則啊 這個多方試試查核的原則啊 他的framing effect啊等等 那別人如果要糾正你的話 他也不需要主張合理使用 他可以整塊拿過去 那這個叫做fork 就是去把它分支到一個新的做法 混搭到一個新的做法 所以他是透過就是不斷的交互變成高速度的互動 來達到就是達成大家的素材的提升的目的 而不是靠大家去背一個標準答案的方式 那後面那個比較是類比時代的方式 所以這個大概是用C.C.修全來回答 是 接下來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唐鳳之前其實有提到那個三我的那個概念 日常我然後靈性我跟數位我 那其實在剛剛的一個陳述跟範例裡面 其實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日常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這個很大的改變其實是跟數位很有關係 可是在這裡面其實因為剛剛問到那個判斷力 然後我覺得特別是關於美學或者關於感性的這個部分 其實那個靈性就是說 剛剛也有講到就是說 在這個素養的提升現在的方式也不一樣 可是在這個素養的提升裡面其實我覺得 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大家會更感興趣就是精神跟心理的狀態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在這個部分是能夠再多說一點 就是這個靈性我的可能性 是 其實剛剛講的就是包含睡前不要滑手機 那個乍看之下很世俗很日常 但是那個就是在保有跟自己相處 就是靈性的那個空間 因為如果我睡前滑手機而且成癮而且停不下來的話 基本上我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在夢裡面去重新整合 我在白天所感受到的 基本上我沒有什麼做夢的空間 它會壓縮到做夢的空間 那但是如果我睡前不滑手機 我現在已經變本加厉到大的螢幕我都不帶回家了 所以大的螢幕我就直接放在辦公桌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是我在下班之後的時間 可能至少晚上8點到11點至少3小時的時間裡面 我是在一個叫revery的這樣一個狀態 revery要怎麼怎麼翻 就是一個好像混油太... 這個太懸了 可能是一種懸浮的注意力的這樣一種狀態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我沒有特別要做什麼 因為畢竟大的螢幕跟筆鬥已經不在了 那我也沒有一定要發表什麼 那我也沒有一定要追劇 我完全沒有這些大的從外面來的社會性的刺激 那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想到什麼 我就可以可能稍微拿個類比的蠟筆什麼東西 把它畫下來或寫下來 那或者是其實我家裡還是有很多便利帖了 所以就是隨便拿幾張便利帖寫幾個字 那或者是想要聽什麼音樂等等 所以主要還是就是把那個視覺的立即的刺激 就是一按讚剛剛講到Instant Gratification 覺得一按讚就很爽的那種感覺 暫時先把它平除掉 那有一段長的時間可以去讓靈性的部分 有機會能夠有自己的空間 那如果有在白天感受到很多其他人的情緒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好像把他們當作客人一樣對待 覺得在心裡可能有一個沙發或者行軍床 或者這邊什麼 那然後就邀請他們住下來 所以也不是急著趕走他們 而是說看看他們跟他們相處一陣子之後 他們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我說等等 那當天如果又有睡滿八小時的話 這些就會整合進來 變成好像我的人格又變得更 resilient 就是每次地震之後那個恢復力又更強 因為大家對於建築物的那個就是任性或者彈性或恢復力 就變得更強 那這些都是建立在從白天的世界到晚上的世界 中間有這樣一段這個 transitional的這一段 Reverry的這一段空間這樣 是 是 然後 會不會觀眾很想要問問題 可是我還是有一個其實我覺得也是在這個疫情 我在想就是說我們今天討論應該不是疫情之後 因為疫情還沒結束 而比較像是疫情發生之後就是說 它發生之後產生了改變 那剛剛提到一個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點對點的加密 那點對點的加密其實會讓我聯想更多 就是說我們今天其實有 越來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也是在教學裡面其實常常會發現 今天很多人在討論公共性的議題的時候 它反而希望是在點對點的一個環境底下 當然了 當然了 是 那我會覺得其實這件事情可能會改變掉 我們其實原本對私領域公領域的這種區分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數位環境的發展底下 其實它有沒有一個類似理想的狀態 我們說它應該是在構成一個什麼樣個人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就是因為這跟譬如說 G0V在強調的那個透明性其實是有關的 是 其實點對點就是網際網路它存在的根本 網際這兩個字講的就是點對點 在有網際網路以前其實已經有很多網路了 就是電話的交換機網路 或者很多國家有它自己的國音的交換網路 那這些網路的特色都是說它的規則是由少數幾個人制定 那網際網路的特色就是說 它的所有的創新都是發生在端點上 而這個網路本身它只是剛剛講到的 把風暴從左手交到右手 只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是一個很笨的網路 但是很聰明的端點 那這個就跟以前的那種比較集權式的 就是很聰明的網路 但是沒有那麼聰明的端點 所謂Dumb Terminal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那網際網路到最後能夠勝出 最大的原因也是因為 每一次就是有一個新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只要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有人發明出能夠解決這個情況的方法 它就可以透過點對點的方式擴散 因為它不用獲得任何人的統一 所以在WireWeb發明的時候 也沒有取得Gopher或FTP的統一 那這個Bitcoin發明的時候 也沒有取得WireWeb的統一 以太方發明的時候 當然更沒有問過Bitcoin的統一 因為我們不知道問誰統一 但是我也如果就是說 當這個一個人發明一個新的做法 BitTorrent等等 我可以舉很多例子 的時候它不用問過任何人統一 那這個本來就是網際網路 它生存的基礎 就是任何人可以在不取得其他人 同一的情況下 就提出一個更好的做網路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呢 這個確實也造成一個 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當大家都主張這種點對點 我跟妳通訊只有我們兩個人需要知道 其他人都不需要知道的時候 但我們兩個又在不同的管轄領域的時候 而這兩個管轄領域之間 並不是那麼和母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會總是有一方覺得被顛覆 那這個是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它天生就是跟喜發利亞主權體系 是在一個非常緊張的關係裡面 那這個要怎麼調解或者怎麼解決呢 其實聯合國有一個高階數位的一個專家群組 那他們有之前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做數位互賴的時代 就是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所以就既不是說網際網路要獨立於主權體系 也不是說每個主權國家要獨立於網際網路 把他們自己那個點什麼拿掉 當然都不是嘛 那而是說我們理解到雙方是好像不能沒有彼此 但是都造成彼此很大的緊張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同意說網際網路它是一個公共財 就是它的發展至少不要從網際網路完全接連 對每個主權都至少比較有益 那在這個前提裡面大家一起去討論說 哪些是網際網路的核心是不要被破壞的部分 那哪一些是每個地方可以因地質疑去進行一些調整一些討論 那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討論 那在N2N encryption上面 這個就是目前最爭辯最大的一個焦點 就是如果我是N2N encryption的這個提供者 我到底能不能夠主張免責 我能夠主張免責的情況到什麼程度等等 那或者說甚至在某些地方 N2N encryption本身是不是合法的 現在都正在進行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值得繼續下去 這裡面我當然有我自己的價值 那通常都是偏網際網路那一邊的 絕對不會是偏西法利亞這一邊的 那但是我也了解到西法利亞主權體系 它有它的脈絡 有它的歷史 那所以我才說我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說我是要保護保持這些文化記憶傳承 而不是說好像用一種很radical的一種姿態去說 那我們破壞掉全部都網際網路這一套 而是說我們去看這些裡面哪一些問題主權體系 真的還沒辦法自己解決 像疫情其實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都說twindemics 就是一個主權國家很難自己完全解決疫情的問題 那那是pandemic 那另外假訊息危害的問題 其實即使它投入比就是軍事費用還要高的費用進去 也不一定真的能完全解決 那這樣的情況下 它必須要一些國際的支持 或網際網路社群的支持 那所以infodemic pandemic 或者是climate change等等的這些題目 因為二氧化碳也不會跟你坐下來 在桌上寫上的這不可能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些都需要跨西法利亞主權的治理 那這個時候網路的這種開放 多放利害關係的透明的這種治理 就變成很重要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其他的題目 每一個都必須要用這種透明的 點對點創新的方法來討論 只有特別我們叫wicked problem 就是誰單獨做都沒有辦法讓事情變得更好的 那才比較適合透過這樣的方法來討論 那我們是不是 其實我還有幾個問題 可是我們是不是先讓觀眾過癮一下 好啊 OK 沒錯 好 我先來問 好的好的 來 看現場或者是遠方弊端的朋友們 現場有人要問問題嗎 或者是 沒有 沒有人要問問題嗎 那 把握機會 不然我可是 我跟建永老師可是很多問題想問 我們把機會讓給你們 就是這麼冷的天氣都已經到了現場了 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唐鳳真的是有溫比達 那 不然我給你們一些時間緩衝一下 我自己本身有一個問題想要問 好 For the record 我沒有對影響做任何事情 純粹是影響自發的行為 好沒有 就是 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其實因為我之前是學國際關係的 然後 我自己很明顯的感覺到就是 我在2000年到2000 2010年在英國的時候 我那時候往返台灣跟英國的時候 我常常會有一種疏微落差感 因為那個時候的英國的Wi-Fi是很普及的 我連在我房間隨便都可以連到Wi-Fi 可是那個時候台灣沒有 然後2011年我回到台灣之後 這10年 我開始覺得有一種 我回到了英國的感覺 就是這個Wi-Fi進步的快速 會讓我覺得 我以前還很嫌棄 台灣為什麼都沒有Wi-Fi 現在就是很普及 然後其實透過這一點我想思考的是 就是現在很多就是還未發展的國家 我們舉例就是其實 非洲現在正在面臨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像 包括唐鳳強一直推廣的數位人權的問題 可是其實中間會有一些很tricky的地方 例如 這跟數位霸權有關 就是當一個國家 他有非常強勢的設備 跟非常強勢的政治力的時候 他會去介入這些所謂 數位未普及的國家的地區 然後他會去說 我幫你們建設數位設備 我幫你們去建設什麼 那好像是在提升你的數位人權 一承東大樓 然後附送竊聽器 對 但其實在數位人權 這些落後地方的數位人權 跟數位霸權中間 會形成一條 一個關係叫做數位殖民 然後這是我 很想問唐鳳的是 因為我們常常在想說數位人權 所以我們在對這些平原體區 推廣建設數位設備的時候 會不會往往反而 沒有辦法回到我們的初衷 因為我們說 我們要提升數位人權 我們要平權 數位平權 可是在建設的過程中 我們往往因為數位霸權 我們被殖民了 所以 我們被數位殖民了 所以我們反而沒有數位平權 然後我覺得中間 這種巧妙的關係 我想說唐鳳有什麼看法 對 當然有一些地方 不像台灣 就是寬屏不是人權 那就有些情況就是說 那我提供你免費的寬屏 可是你只能連到某些網站 這個是確實之前曾經有過的 或者是說 你連到某些網站速度很快 你連到所有其他網站速度都很慢 那你要變快 你得付錢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種情況 那這些當然都是跟網際網路 本來設計的就是 在中間的這個人 不知道你去哪個網站 他只是交換風暴 完全背道而馳的做法 他可以說是 他還是lowercase internet 就是他用的都是網際網路協定 但他比較像是所謂intranet 就是把它當作內部網路在營運 就是中間有個gateway 有個gatekeeper 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理論上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只需要管 就是你到底收不收到封包 多快收到 而不應該管你連到哪裡的才對 那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很重要的議題 我完全同意 那在這裡面大概分成好幾層 OSI模型 可以至少分成7層來講這件事情 在最底下的就是物理的層面 或者是物理上面連結的這個層面 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發射衛星 那這個是現在大家多少都同意說 這可能這才是最佳的解法 因為如果不是就是在太空有一群低軌道的衛星也好 或者之前好像有人用熱氣球 或者是用無人機 但反正無論如何在天上 就是你看得到天的地方 你就收得到訊號 那甚至如果它比較密集的話 甚至它還可以做這個高度定位 像現在GPS知道你在哪裡 但是不知道你在高架橋還是在路面上 就是因為衛星的數量不夠 那衛星的數量更多一點的話 那它就可以去做甚至立體的三角定位 都可以做得到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它的那個低延遲的特性 會更加明顯 就是它Hand off 從一個衛星交給另外一顆來管 從一個地面基地台 到另外一個地面基地台的這個時間 可以說是可以相提並論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去 講到殖民好像就有點像 對應的詞就是解放 就是去解放 就是想要連到網際網路 但是它不管是土地上面被其他國家圍繞 或者是說它是一個小的島國 因此沒有光線要經過它的海域的這樣子的情況 那目前感覺上好像是透過天空來解決是比較容易 而且比較快的 那這方面是又被叫做Beyond 5G嘛 那這個我們也有投入相當多研究在裡面 那尤其我們在太平洋的很多友邦 導國等等 其實是很期待這樣子的技術的普及化 那這個可能比較能夠徹底解決 你剛剛講到就是會中間的Gatekeeper 然後指名的這樣一個問題 大概這樣 請他講 請他講 好 那我在想順著這個問題 我想可以追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 也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殖民這個問題 它基本上其實就是一個 產生的一個支配跟剝削的關係 那在這個支配跟剝削的關係 它其實 在數位時代 它有沒有可能 因為剛剛講到就是說 好像面對著殖民其實就是解放 可是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今天在做的並不是解放或並不是抗爭 所以它的抵抗就是剛剛講到的 Conservativism 那種處理方式 那我剛才想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在台灣跟大家比較靠近的可能一個議題 就是轉型正義 對 那轉型正義 其實如何在這個數位時代裡面可以有新的精神 跟新的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我們很明顯的從處轉會所release出來的訊息 其實非常少這方面的關係 大概只有數位電廠 就是說數位檔案的這個部分 那我不曉得在這個部分 不過我之前有去參加過處轉會它的一個互動展 那那個互動展就是用一種帶入曾經時體驗的這個方式 它讓你帶入就是在當時 就是你要決定這個要不要高密 要不要去就是流亡 要不要去等等 而且還會就是用模仿那個警備總部的個人檔案 讓你最後看到自己的個人檔案等等 它是用一個互動的一個lineboard來完成這樣的體驗 那在這個中間配上非常多當時的影像啊 甚至一些錄音檔啊一些這些 實際上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回到這個第一原稱的狀態的話 我想有非常多的轉型正義 它的裡面那個歷史的 就是比如我們叫conserve conserve這個culture 它沒有辦法持守到這一代 因為畢竟這一代我還記得戒嚴 但是比我年輕的就不記得了 那對於不記得戒嚴的一代來講 除非你能夠帶入一些戒嚴的那種感受 當然不一定要參加出場會的展覽 去玩返校也是不錯的對不對 透過某些方式能夠召喚出同樣的感受的話 那它才可以去更好的了解到 好像說目前正在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喚起很多台灣這邊的一些長輩們同樣的記憶 那這個時候我們作為新一代的人才比較能夠了解說 在這裡面我應該扮演怎麼樣子的角色 而且對自己的認同也會變得不一樣 就是在之前以前白色恐怖的時候 絕對台灣 needs help 那但是現在是台灣 can't help 那這個時候你還是需要一個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看的角度才能夠去了解到 這叫reality check 就是確認一下說我們現在在這個現實環境裡面 我們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定是我們習慣扮演的那個角色 對不對 以前是要靠香港的媒體來揭穿台灣人權倒退的事實 因為現在相反啦 那這個是也是需要靠這些沉浸時的體驗 我覺得比較能召喚出類似的就是共情啦 那現場觀眾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請 就是譚鳳老師之前有提過一個民陰工程 然後去作為抵抗假消息的一個策略 那想請老師能不能在這種民陰工程裡面去發展 他可能或者是可以怎麼發展去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OK 這個是民陰工程的明星喔 這個 一隻一隻柴犬 他叫總柴 然後 他是衛福部的Country的聯絡人的家裡的一隻狗 那他的特色就是 他不需要付錢給Shutterstock或其他的圖褲就可以做梗圖 他只要回家拍照因為他家裡衛福部很近了 就可以做出梗圖來 那所以這個是非常organic 只是這樣講嗎 那就是說 總裁他的特色就是 他會結合很多梗 好比像說嚇到赤手手 這個是當時的一個梗 那挪用這個梗 就是所謂的Culture Jamming 去干擾這個文化 然後去把它硬生生的硬凹到變成肥皂勤洗手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民陰工程 就是你把一個正在流行的民陰嚇到赤手手 然後大家可能還 我想到嚇到赤手手 可是他就會想到很多那種布娃娃還是什麼 嚇到赤手手那些梗圖嘛 所以他就是要這隻柴犬就是扮成那個布娃娃的那個樣子 這個然後說防疫期間嚴禁嚇到赤手手要飛到清洗手 那為什麼是因為就是手可能會碰到醬油病毒的表面嘛 那這個其實是很棒的 因為他讓戴口罩變成一個保護自己的事情 在大部分其他的國家關於口罩的民營都是保護別人的 好比像說要保護長輩 那這樣的話如果你在的空間沒有長輩 你根本沒有跟長輩一起住 你就會忘記戴口罩 或者是說 有人說戴口罩是尊重別人的表現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平常就不太理別人嘛 那你大概也不會戴口罩 而且你很難提醒別人去戴口罩 但是因為這隻柴犬把它變成是一個保護自己 你戴了口罩之後 你就會記得用肥皂洗手 而且不會拿沒有用肥皂洗過的手來碰自己的臉 因為口罩可以保護自己 不被自己的手碰到嘛 這個是非常直觀的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第一個你大概看過就不會忘了 那第二個這個會傳染 你會提醒其他人說戴口罩 那就是要還是肥皂洗洗手 就是戴口罩跟洗洗手這兩個被硬連在一起了 那這個所謂long term association 就是長期的在腦裡面的聯想 這個就是這個民意工程的主因 那這個圖傳得非常廣 就是它的R值是非常高的 那它只要傳到的地方 洗手頻率就增加了 那你只要用那個台灣自來水公司的SCADA 系統分析一下 你就可以發現說民生用水真的那個水廠頭開的秒數就增加了 這個是有實證科學上基礎的 那所以這個結論就是說 真的大家就比較輕洗手 那在看到口罩以及加上這個民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病毒的R值就下降 那這是防疫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我就不講太多 因為這些圖都speak for itself 那但是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去找到大家 本來就已經在傳的一些東西 然後在上面加上一些科學知識 然後這些科學知識有去到一個程度 所以看到的人會有機的去稍微改做之後 再次把它轉傳出去 那這個就是整個所謂正向防疫 當然不是說正向防疫全部都是總裁的功勞 那同樣是柴犬柚子也有一些功勞 那就是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加入 然後去remix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這樣 還有人現場有人有問題嗎 我們大概還有十幾分鐘的時間可以讓大家問 這樣 有問題可以舉手沒有關係 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還有十八分鐘 對 對 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可以回到slider上面 因為其實剛剛有一些問題 我自己也很想聽討論 好啊好啊 沒問題啊 因為還蠻多問題都還沒回答 我們還是民主原則啦 OK好 所以就是越多按讚的越先回答 有另外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我怎麼看世衛身份證立專法的討論 目前我聽到的專法大概有幾種不同的講法 一種是說 是組織法 就是說希望有一個各自的專責機關 那能夠在隱私權受到侵犯的時候 能夠有不止一致的解釋 也有一致的執行的那種能力 這也是加入歐盟GDPR所必備的 那就是組織法 那另外一個是所謂的作用法 就是說也有人希望說 那我們目前的戶籍法 關於身份證怎麼樣被非政府的行動者所使用 其實毫無規範 所以不管就是數位身份證有沒有規範 其實實體的類比身份證也沒有規範 所以目前並沒有任何法律去說 你的資本身份證如果大樓管理員要你換證 才能夠進去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規範 這個是目前幾乎完全沒有辦法規範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換證到底身份證 接受呢不接受呢 你如果把身份證用一個卡套 把後面的那一些別人的個子 就是你的父母的名字 或有配偶的話配偶的名字 再加上你的名字 就可以推測出你的性傾向等等 這些東西你如果把它遮蔽掉 這個還算不算換證呢等等 這些都毫無規範嘛 所以也有朋友認為說 不管是數位還是實體的身份證 關於這個的作用 尤其是非政府 非公務的使用 應該要在作用法上面做規範 那才能夠去發 那不管是組織法還是作用法 我覺得這些都是讓大家 對於這一張卡片的使用 會比較沒有疑慮的 這樣子一個很正向的一個做法 我們就可以比較好比像說 我們有另外一張數位身份證 而且已經發了就是健保卡 那健保卡它是既有一個組織 就是健保署的那個組織 以及全民健保所有的這些法制的基礎 說誰能夠寫入呢 只有醫事人員啊 這些鑰匙啊等等可以寫入 誰能夠讀取呢 只有公務人員在健保署同意之下 白名單上面的這些公務人員可以讀取 而且每次讀取的時候 他必須跟你對讀 就是說那個醫事機構 會留下說是哪個機構在讀你的健保卡的這個紀錄 健保署是會知道的 那甚至他那個醫事人員 如果醫事憑證的話 他必須要先就是 插入他的醫事憑證 所謂三卡認證的這個流程 所以未來如果真的發生什麼糾紛的話 那你可以回去溯源到 到底是哪一個醫事人員 運用了我當時的這個個資喔 那如果你有下載健保快移通的話 會有個健康存症 可以看到說你上次去看押醫 或者是看中醫或者看西醫 那時候診斷是什麼 好像X光片都可以下載下來 那當然還可以順便 預訂一下口罩 或者如果你口罩已經很多的話 就可以像我今天剛剛才 又做了一次那個 護台灣祝事節喔 就把你的沒有零的口罩配合捐出來 那無論如何就是這些互動性 都讓大家發現這個有alignment 就是健保真的是以你的健康為主要的考量 而不是廣告商 因為他根本不能讓廣告商來使用 那第二個是就是他是accountable 就是你中間發生什麼問題 醫生把我診斷做了等等 你立刻就可以去回報 那如果口罩這個就是即時的數字 跟你看到青年不一樣 你立刻打1922嘛 就有人還幫你處理 那所以這樣子他既align又accountable 當然大家對於使用健保卡的時候 的這個social knowledge 社會常規是比較有信心的 那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護照有護照條例嗎 那健保有剛剛講到健保卡 所使用的這些規則 那但是身份證目前只有護籍法 而護籍法比較沒有規範到 民間怎麼樣子去使用 那縱使有規範到的一些地方 各自他目前也沒有一個專責的機關 就是規範他的執行的強度 那所以如果這兩個就是補充到 像健保或至少像護照條例的 那個程度的話 那大家會比較安心 不管是對現有的類比六代 或者未來可能會有的期待 我想這個是一致的了 所以我覺得 懂之取法互上 大家總會看到說 另外兩個證監的公信力 好像甚至比內證佈的還要高 就是護照跟健保卡 那身份證會想要往這個方向去學習 我覺得只是完全珍重 就是民間這樣子的看法 我也覺得如果有這個的話 大家會比較安心這樣 好 那有12個朋友問說 唐木是不是可以分享靈性生活的內容 當然可以 舉例來說 像 我有的時候就會 剛剛講到那個Reverry 我會神遊太虛 不一定是太虛了 就國際太空展 那然後國際太空展 也可以說是太虛 因為是在太空裡面 那我會從那邊看地球 那一方面是當然冥想 本來就是觀想 就本來就可以召喚出那個形象 那或者是說VR也很有幫助 因為我之前在2016年 就是總統大選前一個晚上 我的朋友都在那邊看那個周子余的二位的影片 那但是只有我完全沒有花時間去看 而是那時候我剛拿到GearVR 就是隨身的VR裝備 然後就用 就是應該叫做SpaceVR吧 這個軟體 Starchart 當時是用Starchart 然後就一下就到國際太空站 或者到月球 然後透過那個轉身去看地球 那看到了地球 就有一種好像看到家的那種感覺了 我後來拿去發股給很多人 包含這個Susky Assassin等等 他們都真的戴上之後 不管他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找地球在哪裡 那他視野裡面有地球 他才比較安心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喔地球真的是很雷弱很小 然後好像無心之中就有一種 那我會想要做一些事情 對整個地球好 而不是只對我旁邊的人好 的這種感覺 也就是說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那這樣子的情況 並不是我一個人 或者這幾位哲學家才有 而是任何人都有 任何人只要去過太空再回來 那這叫Overview Effect 就是總觀效應 基本上都一定會變成比較好的人 那這也算是一種零星生活吧 因為我們在地面上面 比較難這種 所謂開天眼去紅塵 那但是就是有VR的話 一瞬間就可以召喚回那種感覺 所以我在太空站的VR 裡面待了夠久之後 其實我現在隨時就是 就是不一定需要盤退 但是閉上眼睛等等 確實就會有一種好像 突然之間到了地球外面的這種感覺 那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對於永續發展等等的這種 靈性生活的感受 很有幫助 因為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想要做任何事情 是所謂Pointless 就是你只是把地球上一些東西 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長期看起來對整個地球沒有好處 那感覺就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那但是在地面上 比較不會覺得浪費時間 因為反正就是有externality 就是有不好的外部性的地方 你看不到吧 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在太空看地球的感受的話 這些都感受得到 而且感受是一樣強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算是零星生活的一部分這樣子 好 看現場 還有沒有朋友問什麼問題 現場 現場觀眾有問題嗎 好 還有十分鐘 那還有十分鐘 我們繼續傳媒 謝謝 我因為可能等一下 就是說在線上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 可是我覺得所以要抓一個 其實對大家在衣術領域工作的人 就是說的一個非常很直接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唐鳳最喜歡的展覽是什麼樣的展覽 然後你期待看到什麼樣的展覽 OK 我最喜歡的展覽就是 我自己策展的展覽一定是這樣子的 我是很喜歡像這些素材庫 我自己也把自己變成素材庫 剛才講到的這個國家文化記憶庫也好 或者是台灣社會模型庫也好 我覺得都很棒 因為我就可以直接在VR裡面說 我要劇院百貨 然後劇院百貨 就跑到VR裡面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在這邊如果輸入 我看這邊有沒有全文檢索唐鳳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一些素材 因為我們最近院長在院會才鼓勵各部會的朋友 盡量多運用CC授權 把手上有的所有的這些文字全部都公開出來 那公開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去跑到這個國家文化記憶庫裡面 因為國家文化記憶庫它其實就是讓你在策展的時候 可以透過出雷旁通就是輸入一個關鍵字 然後就發現這些關鍵字的方法去找到可以用的素材 所以立刻我們就發現說江凱維的那張照片 By NCSA 那這個是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他名字裡面有唐鳳兩個字 唐鳳甲 這跟那個捐口罩的一樣 這個是我中小學客展的那個作品 這應該是各教館 這個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了 原來是唐朝的一個鳳文器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說這是一個非常有spotainity 就是只是因為字有點像 然後就可以去除雷旁通 有各種各樣子的就是靈機移動的情況 所以我真的比較喜歡的就是這種素材庫開放式的 就是我任何時候只要想到我是有一些關鍵字 我就好像可以測一個展出來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也就是好像說我們的台灣Can Help 大US或者大US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同樣也是一些YouTuber 或者這應該是內容陣設計的 然後阿滴他們 那除了就是有找我們的國家級YouTuber 陳建仁老師來講解 來傳染冰雪之外 他也有講到說 那我們現在捐出去的幾千萬片口罩裡面四千多萬 裡面至少七百三十六萬片 是七百多K就是七十四萬七十五萬位朋友 在這邊就是捐住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又日行一下了 一下就才怕我沒有拿的這個quota捐出去 所以同樣的你在這邊找唐鳳 你就可以發現說 我有兩次喔 九片跟六片 那但是其他是什麼呢 是唐鳳仙啊唐鳳明 唐鳳萍啊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到說 那這個唐鳳萍的故事是什麼 為什麼太有響應了十八片等等 那所以這些當然不是說所謂我策展 但是是從我所關心的那個關鍵字延展出去 那像這種就是比較開放式open-ended的 或者開放空間的這樣子一種策展 是我就是最習慣也是最喜歡的 就好像一個書店不是只是看書 而是一起寫書這樣的地方一起書寫 謝謝 因為在這樣的回應裡面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其實也在關鍵美術館兼菜嘛 然後其實就會讓我想非常多就是說 到底一個這樣的用水泥蓋出來的美術館 它到底如何開放 然後這些實體的空間 到底今天還能夠發揮什麼樣的意義 對 是 我覺得是 我作本書館策展 策展 如果它是開放式的就是我策展出來的作品 大家都很容易二創三創等等的話 那我們是可以來討論的問題 還有問題嗎 最後五分鐘 好我機會 如果沒有我自己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跟藝術林有關的就是我看到的現象是疫情之後 包括就是我們本來都會有 對藝術生態的影響 最令吉的就是在我工作上 我們本來都會有藝術家的租村 但因為疫情取消了 然後我也看到很多現象 包括我的藝術家朋友 他們本來是有升級到國外很好的租村 他們就改成線上租村 那我會發現線上租村其實沒有比較輕鬆 他們其實更忙 對啊因為沒有下班 對沒有下班 就是要幫忙工作 就是隨時都在上班 對然後也是因為例如我一個朋友 他藝術家朋友還在香港住村 可是因為香港他們的情況可能比較嚴重 所以大家在家裡工作 然後工作人員可能更多時間了 所以就可能更多時間一直要抓這藝術家說 我們趕快來開會趕快來幹嘛 還有包括就是展覽 很多時候那時候台灣之後來情況比較好 所以我們開始英文生態很蓬勃 特別是在今年 因為本來要出國看產的都 就是必須要倒內消費 然後本來像剛剛我們聊天有聊到就是 表演藝術 然後唐鳳剛剛有說到 表演藝術其實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們大部分台灣的表演藝術家 是他們的case在國外 對然後 可是因為台灣的義務生態回到了這邊了 然後很蓬勃發展 他們其實反而接到了台灣很多的case 然後他們反而今年都很忙很忙很忙 對然後其實我想講的是就是這種明顯的改變會在這邊 那關於其實很常慣用或是很常平常在使用數位科技的討縫 疫情對你本身的生活有什麼影響這樣子 最主要的影響就是我變成從9點上班到5點變成7點到7點 這個是很直接的影響 我現在就是一大早大概都是7點就是第一個neeting 現在好一點點了 在之前幾乎是排滿的 那7點就是要跟北美南美嘛 尤其是美東那個時區 因為在晚他們就不行了 對 那然後到傍晚就是跟非洲 然後跟歐洲 也就是說有一長段時間 大家都非常好像求之若渴的 想要知道台灣model要怎麼樣子運作 不管是媒體啊官員啊或者是研究者啊等等 那而且事實上台灣model在很多人來講是很難想像的 我覺得他並沒有任何像這種的第一手經驗 就是什麼叫做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什麼叫做social sector first approach 這些他們可能在文獻裡面有看到 可是為什麼這個東西竟然可以拿來防疫 為什麼humor over rumor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等等 那我就是常常就是有一種 就是我每天都是在從頭講起的這種感覺 因為對每一個時區的每一個地方的人 他們都是第一次聽到 那當然這個還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種訊息出去的話 大家就會有一種錯覺 好像只有衛權體制才能夠防疫 那民主體制好像不能夠防疫 那但是台灣的存在本身就證明說 民主體制也可以防疫 而且它可以避免很多衛權體制的問題 好比像說像我們指揮中心有48小時說 大家在捷運場不一定要戴口罩 那大家都沒有理指揮中心哦 招待不務所以我們指揮中心不得不趕快改變說法 就是說好了我們還是要戴口罩 而且我們趕快增產 那這就是social sacrifice的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或者說粉紅色口罩事件 剛剛有看到 那所以就是說這些都證明說 如果你很快的迭代 很快的給出交代 雙面的交代的話 那這樣子所凝聚出來的一種防疫的能量 它是讓民主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不但沒有因為像緊急狀態而喪失 而且事實上大家的參與性是更高 那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的藝術家也好 設計師也好或者科技領域的朋友也好 去年一整年好像超過25萬人嘛 全部都回來這邊 那就是已經等於立刻增加1%的人口 的這種狀態 那這種狀態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我在這件事情的參與上面 不是只是好像聽政府指揮 聽指揮中心指揮 而是我也有我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種我也有我可以貢獻的地方的感覺 其實非常的重要 那對於藝術來講 我也覺得說 不一定都是要所謂的實體的鑄存 它也可以是透過網路 有一種同在的這種感覺 但是至少那個寬品必須要寬到一個程度 因為如果沒有寬到一個程度 或它是不對稱的話 那我們說見面三分請 但是如果它的頻寬不夠的話 有時候倒扣一分請 因為你沒有真的到過那邊 所以那細節又沒有辦法傳遞給你 所以人一定會腦補嘛 那藝術家有其 我想腦補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但是腦補的大部分都是自己 好像做夢就是填進去的東西 而不是對方真實的狀態 所以就會變成你絕對有聽懂了 但是其實聽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我覺得對於鑄存這種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感覺 長期來看可能是有害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如果要類似鑄存這種感受的話 那先確保有非常高解析度 而且低眼池 低眼池可能比什麼都重要 那我們也有在深圳院會有分享過說 如果沒有辦法同時兼顧高平衡低眼池的話 你不如果斷的把視訊關掉 然後開始打電話 就是只剩音訊然後低眼池 無論如何都比較好這樣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的小助理在提醒了 然後今天非常謝謝唐鳳 然後到現場 他真的是一口氣回答了超多問題 反應超快 然後也謝謝我們的館長建宏老師 然後也謝謝現場的各位 然後我們來鼓掌謝謝一下唐鳳 謝謝大家 謝謝 要留時間合照 對 想要合照的可以來跟唐鳳 好啊 謝謝大家 thankyou 謝謝